如果我一早醒来 会感受我们的亲密 就能够答应你 给你好日子 如果我看过 大树 有开花结果的美丽 放弃天地 也不会放弃你 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 叫我找幸福的勇气 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 用一生送给你 我会一直抱着你 无论你会去到哪里 阿姨 阿姨好 你来了 那个你拿的什么呀 我煮个骨头汤 我帮你拿吧挺重的 不用了 没事 不用 真没事阿姨 不 不重 不重 我们走吧 阿姨 您先请 我帮你 进来 进来 阿姨 我这个帮您放哪儿啊 放在厨房 这儿呢 对对对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阿姨 天宇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他最近忙着呢 准备着出国念书 出国 出国 他没告诉你吗 这一次啊 可是他自己申请出国念书的 好 别哭了 奶和妈妈都被你吓到了 你为他出去都变开了 小妹 天宇要出国的事情 他没跟你说吗 我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 申请国外的学校 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估计他自己也忘了吧 不过 家里人反对是一回事 你们现在年纪还小 艳雨还要上学 我觉得 站在你们两个的角度来想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件好事 你想啊 你们现在年纪还小 你们是真心爱对方的话 就应该为对方考虑 留学对于天宇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借这个机会呢 让你们分开 也可以看看 你们的感情 是不是能够经历过 时间和距离的考验 如果到时候 天宇从国外回来了 你们还在一起的话 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 家里人一定会理解你们 也会支持你们的 真的 你们没看到 你没看到人类还能 你没看到人类还能 他哪能接受得了啊 他接受不了 我还接受不了他呢 我还想找一机会 好好跟他说说呢 那正好 正好是个好时机 什么呀 我说啊 正好成绩 给分手吧 妈 您说得太对了 这两个人离得越远 新之后越远 分手是迟早的事 不是 来 妈 你吃 妈 那你吃吧 果然啊 两个敌人 遇到了共同的敌人 就会成为朋友 你胡说什么 这对他们来说 是好事 棒打鸢眼含 那是好事 吃你的吧你 好 你们知道吗 苏小妹为了让大家都喜欢她 已经改变很多了 这 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喜欢一个人 只看到她身上的优点 我们 才能看到她身上的缺点 一个女孩 老缠缠男人 是绝对不能要的 你是被冲碰的头 妈 您说得太好了 你看 你嫂子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姑妈 我记得嫂子刚到咱们家的时候 你别也到处跟人说她缠着我哥吗 现在你们俩的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还有嫂子 我可是你微博的粉丝 我记着你现在还时不时地更新什么 和西大战的吧 所以说凡事没有绝对 你们现在觉得苏小妹这儿也不行 那儿也不行 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对她改变看法呢 这种临时性的联合对外 还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呀 x2 9 2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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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山山那个 副理院还几个事情 你来看朋友 我是来看一个病人 没有人来陪你啊 我呀 是来看你二选的 那天过后啊 我总是担心他 偷偷地去看他 真没想到他病了 不吃不喝的 说把他签来医院的 他在哪个房间 我去看看他 就在那边 等他已经睡了 等他醒了再去看他吧 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了 你小心 妹妹 山婶 来菜啊 来菜去了 你好 大明星啊 你好啊 哎 你那个节目我最近都在看了 我看好你哦 加油哦 是吗 谢谢谢谢 三婶 三叔在家吗 我一会儿回来去找他一趟 他上班去了 找他有事啊 那个 秦飞要搬家了 我想提前跟他说把房子转租出去 搬家呀 搬到哪儿去吗 这不是住得好好的 我那个 飞哥 签了一家大的唱片公司 可能要搬到公司附近去住 这样工作起来方便 那太棒了 妹妹啊 看我们家妹妹多好 多厉害呀 秦飞啊 又服气了 赚大钱了 主要是苏梅的功劳 那是啊 还是我们飞哥有能力 那三婶就麻烦你跟三叔说一声 行行行 那个他说他今天不回来吃饭 那我做好了以后啊 我给他送过去 那我就顺道跟他说一声呗 谢谢 三婶 客气啥嘛 一家人 我们先去 走了 快快快 忙去忙去啊 年轻人忙得好 再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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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三婶 加油 飞哥 有个报纸采访 我给你安排在明天 去电视台女话庄的时候 好 那我先给你念念提纲 你做做准备 好 第一题 参加这个比赛以来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第二题 比赛期间 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第三题 最想对过去的自己 和曾经的恋人说些什么 对了 飞哥 说到这儿我还挺好奇的 你怎么一直都没谈恋爱呀 我还上网搜了一下 也没有你什么绯闻 对不起啊 飞哥 我随便问问的 你要是不想回答 就别回答了 我再给你念采访提纲 没事 苏梅 等我走走 你怎么走 找到这儿我 就不想回答 你又要把它闭上了 你真毅红了 你整个最新的 我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她是我们学校表演系的 我是音乐系的 那时候都小 也很单纯 我们感情也很好 我们还说 要永远在一起 是不是 后来我去参加选修比赛当了歌手 她也接拍了电视剧 成了明星 我们越来越忙 去找离多 是因为去找离多就分开了吗 我们开始也以为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但后来才发现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她在她的领域里越来越红 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我慢慢地跟不上她的节奏 偏偏那个时候 我的事业又遭遇瓶颈 我既自卑又着急 我分享不了她的快乐 同样 她也理解不了我的痛苦 这是造话弄人的 你们那个时候 完全处于不一样的状态 是很难互相理解的 随着争吵越来越多 最终我们还是分手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 能在她事业上给她帮助的人 也变成了她最终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前段时间她还获了国际大奖 那是她的梦想 我替她高兴 孙嘉已经说了 你说吧 我认为任何事业 想要下业 你也认为你们 如果是我认为你 你自己赢得更好 你自己赢得更好 我认为快乐 你自己的与我们 你自己赢得更好 我终于放下了 其实想想 那个时候既是我们在一起 我也给不了他想一老大 爱总是容易被现实所期待 这几年 其实我过得很落魄 什么样的苦都吃过 什么样的冷眼也遇到过 自然不会再有人来爱我 可是除了你 思惟 自从我搬到幸福院 自从我遇到你 除了你 没有人再给我一点温暖和关心了 毅哥 你谢谢你让我陪着你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对你有信心 我总觉得 美好的未来 在等着我们 过了 大家好啊 你们好你们好 经理好 你好你好啊 嫂子 你 你怎么来的 我这不给文涛送饭吗 他出去了 派客人出去看房子了 对 他 他去得比较远一点 要 要晚一点才能回来 没事 没事 你们俩也没吃饭呢吧 巧了 那我正好做了点饭 你们吃了吧 等他回来了我再做 别放凉了 不用了 嫂子 我们到外面吃点就可以了 没事 客气啥呀 文涛都跟我说了 你平时都可照顾他了呢 吃吧 吃吧 经理 我手艺可棒的 尝尝啊 尝尝尝尝尝 谢谢嫂子啊 别客气 别客气啊 那我走了啊 你们吃吧 再见啊 再见 嫂子 慢走啊 拜拜 拜拜啊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他自己看着办吧 这菜这么香 经理 好歹我们在一起工作四五年了 你说吵就跟人吵了 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太什么呀 我太冷血了是吧 你也不看看他苏文涛 上个月的业绩是凉 你说他业绩这么差 我不吵他就吵死了 幸亏你们还没吃啊 你把文涛炒了 是你说他能力差 我告诉你们 我老公在我心里 是最棒的 不行 fuel 先生 请问您客店什么 咖啡姐 你带墨镜干吗 我不干吗呀 拿下来吧 你都听说了是吧 你不要有太大压力 压力 什么压力啊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不用等我了 如果你有 你说什么呢 如果有什么 我苏小妹你还不了解吗 我想得到的东西 我就一定要得到 我以前为了买个包攒钱 不等两年我都等得了 更何况是你啊 你去多久 一年 十年八年我都等 可是 可是婚子 对不起你 我都愿意等你吗 我 我这次去啊 短的话一年 长的话得两三年呢 那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因为在最开始申请的时候 我们俩还不认识 学校把仅有的两个名额之一 给了我 虽然学习只有一年 但这不是临近毕业了吗 学校有可能安排我们 在那边实习个一两年 以便更好的吸取国外的经验 反正你又不是不回来 我想好了 多久我都等 可是对你不公平 我不能耽误你时间啊 你没耽误我时间啊 我是自愿的 那要不这样吧 我 我去跟学校说 把 把这个名额给别人 我不去了 真的啊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不能耽误你前途啊 如果我这么做了 我心里为什么过意不去的 更加忘了 我也想让你好啊 对不起 小梅 要不咱俩结婚吧 那 别可视了 只要呢我们俩结了婚 我心里就踏实了 你就在外面学习嘛 我在国内边工作边等你回来 不是 那个 你别犹豫了 就这么说定了 这样呢 俩俩心里就都放心了 找个时间 我去跟我爸妈说 放心吧 可以的 请进 不要乱动 你不舒服不要乱动 就这样睡好吧 你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是奶奶告诉我的 想不到 你还会来看我 听说你不吃东西 这样不行 对身体不好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 凯文 之前 二婶犯了那么大的错 一直 直直到逃避 没有勇气去面对你 也没有勇气 去承担这个结果 所有的亲人 多少都来伤害 现在 我很恨我自己 心里 满满的都是愧疚 想起这些啊 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二婶 实时延安度有错 在我心里面 我早已经原谅了你 过去的事情 重要的过去吧 把它忘掉 我 其实我 也不是圣人 我之前 确实对你冲了冤恨 但是如果经常把这些话 挂在我的嘴边 让自己冲了冤恨 这样法定它就不舒服 我觉得呢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只是选择不原谅 还折磨自己还有其他人 现在我原谅了你 你看我 已经很轻松 所以我想 你一定要 不要被这个事情折磨 知道吗 凯文 谢谢你 谢谢你 还能原谅二世 来 来 老婆 我上班去 老公 我等一下 干吗 把这个拿上 这是什么 都是你爱吃的菜 我跟你做的午餐 不用 不用 我终于跟同事出去吃就行 阿盛 外面的菜又油又味精 不好吃 对身体不健康 拿着 辛苦你了 辛苦什么呀 去做顿饭嘞 老公啊 晚上你早点回来呗 我想吃炖鸡 我想吃炖鸡 你想吃炖鸡 就是想吃 老爸 不是老妈想吃了 是老妈肚子里的小弟弟 还是小妹妹想吃了 我想吃 现在这孩子呀 从肚子里面就开始花钱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 说一个孩子 从出生到大学毕业 这保守估计得花三十万 瞎说 我和你爸也没有钱 不是把你养这么大了吗 妈 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我现在也长大了 也能赚钱了 是吧 这以后呀 我也会承担起这份责任的 是 小单子汉 你是懂事了 那行 那我先去上学了吧 是吧 上学去别迟到了啊 好 路上小心点啊 先走了 拜拜 慢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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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走了 老公 爽了 去吧 上面去 老公 加油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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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你发行吗 老公 老公 便是 为什么 老公 你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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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问一下今天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啊 今天志愿者们来了 和志愿者们的孩子也来了 正好陪福医院的孩子们一起往 嗯 谢谢你啊 谢谢 好 谢谢 小枝 最近开心吗 小枝 你要进大姨吗 嗨 来 小枝 阿姨给您带礼物哦 喜欢吗 好了 你看 我收合身吧 嗯 小枝穿了阿姨送的衣服 好帅哦 小心 小枝 阿姨送的衣服 你要说什么 没关系 阿姨听到了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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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致 叙叙阿姨要走喽 你自己比较乖乖的 好吗 要拜 走了 走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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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忘了一件事情 给小致买的看片 忘了你给她拿过去了 你等我一会啊 好 站在台阶上啊 拿着这个水笔 这样拿着啊 来 你抱着 弟弟 对 好 粘到 看着我啊 拿起来 放到这儿 笑一下啊 开心一点 对 看着我 笑一下 拿起来啊 乖 好棒 好棒哦 我说你不会笑吗 让你笑一下 把那个脸笑一下 对 跟哥哥拍照怎么不笑呢 不会笑吗 小致你过来 你干嘛呢 你是谁啊 我们在拍照呢 我是她妈妈 怎么了 小致 你不是孤儿吗 我问你话你怎么不说呢 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能这样对小朋友说话呢 你为什么把你孩子倒到福利院做志愿者 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 学校是为了培养他们的爱心 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而不是让你在这儿拍拍照做做样子 你知道吗 你看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再说 我又不知道她有妈妈 我又不是故意她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言传身教都会在无形当中影响着他们 不管她有没有父母 你都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她 你想想 如果是你的孩子 她会看着你这样 会跟着你学的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还有啊 你刚才强迫她对着你笑 小致为什么要对你笑 她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笑 你还强迫她跟她拍照 如果换作是你的孩子 你觉得 你不会让我跟你道歉吗 小致 阿姨错了 对不起啊 一个水笔 就是阿姨送给你的 跟弟弟说再见 弟弟再见 走 吃吧 亲爱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陆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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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干嘛 没有干嘛 我只是叫了你两遍而已 你都没有反应 你在干嘛 我们把小致带回家吧 你知道吗 你在说什么 我想收养她 你说什么 我现在态度很认真 我没有开玩笑 我觉得你现在情绪比较激动 暂时不适合聊这个话题 你等你的情绪平静的意思 才说吧 我承认我现在是有点激动 所以就更加不应该 聊这个话题了 但是你知道吗 凯文 这次的感觉跟之前不一样 就是我之前 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我怕我自己承担不了 这个责任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回避了 我一想到 如果小致再遇到刚才那样的情况 要怎么办 我想到这我就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好多大人 会为了孩子吵架而吵架 我想到小致会那么地无助 我当时就气疯了你知道吗 你的脾气根本就是火霸练心的 不是 这次跟平常不一样 我现在满脑子就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我的孩子要被人欺负 我应该马上把他带回家 我好好地保护他 我要陪伴他一起成长 以前你跟我说 说收养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 那肯定是很伟大很高尚的人 才会做的事情 可是 可是就在刚刚那么一瞬间 我就决定了我要收养他 我之前所有的担心 所有的犹豫 我全都忘记了 我全都不管了 我就想马上把小致带回家 你还记得你当初拒绝我 跟我说那番话吗 你说 营养一个小朋友不是一件小事 这关系到他的医生 一旦下了决心 就要对他一辈子不离不弃 我记得 我不敢保证 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但是我敢保证 我可以全心全意去爱她 老公 我们就试试吧 好不好 走吧 自从我搬到幸福院 自从我遇到你 除了你 没有人再给我一点 温暖和关心了 工作和感情 不可以混为一摊 工作和感情不可以混为一摊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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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胡思没想 老公 我上班去了 老公 你等一下 来 把这个带上 什么 午餐呢 最近你怎么从我带午饭啊 我不是说了吗 你总在外面吃外卖不好 对身体不健康 拿上啊 老公啊 今天晚上能不能早点回来啊 别说话 得看工作情况啊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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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苏美 菲哥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咱们走吧 不是说今天要看看公寓吗 对了 苏美 那个 昨天我 昨天那个电视台编导 又给我打电话了 说最近宣传有点多 咱们走吧 再不走要迟到了 我是说 我 三叔 大明星 大明星好久不见了 你现在可真成腕儿了 现在见你得在电视上了 三叔 三婶跟你讲了吧 什么 菲哥要搬走了 然后平方可以重新出租了 没说 那你得赶紧给我签个名 喝个酒没问题吧 没问题 喝个酒 来 可能是三婶忘了 那个 前几天我跟三婶拿着饭盒 去中介公司找你 我就顺便跟她讲了 你三婶去中介公司了 是啊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先谢谢你了 三叔 你要是平方临时找不到下家呀 也没关系 我都跟妈讲好了 没 没事 没事 那我们先走了 好 你这拍得有点虚 虚 虚 来 来 再来一个 来 来 再来 好 好 好 我们先走了 好 来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呀 忘带什么东西了 我忘了你了 今天天气特别好 天也特别蓝 我们出去走走吧 真的不错 这公寓真的挺豪华的 而且离公司还挺近的 还行吧 我觉得有点小 这次搬家也不知道住多长时间 万一要是结婚的话 这也不够住 结婚 你要结婚吗 对啊 我都多大了还不结婚 看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好 苏美 别再逃避了好了 为什么每次我贴到这个话题 都会被你绕过去 你是害怕自己想错了吧 所以不敢证实这个问题 好 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你 我对你 不是普通般般的感情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怎么了 不开心吗 我为什么要开心啊 你喜欢我我喜欢你 这难道不值得开心吗 飞哥 我喜欢你是十年前的事情 十年前 你是我的偶像 我是你的粉丝 我当然喜欢你啊 现在 你是我的艺人 我也喜欢你啊 看她不是她明之间的喜欢 苏美 别再欺骗自己了好吗 我是男人 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感情 你说你不喜欢我 怎么可能 飞哥 我 自从给你当了经纪人之后 我每天脑子里想的 都是怎么才能让你东山再起 怎么才能让你找回 曾经的歌坛地位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我不想让我前夫 在媒体面前胡说八道 我不想让她的猜测成为事实 那样我不知道她还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飞哥 你知道有多少人 要拿我们的绯闻来看笑话吗 我要用事实来证明 证明他们说的是假的 我要用事实来堵住他们的嘴 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只有工作关系 什么都没有 我做什么事实 你也想想要求我 看一看 有什么事实在是 不想要不想要我 我真的想要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我 我只想要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眼泪别离到冲剧了 就像从来被分开过 回到最初 我们在与此拥抱 拥失散的世界 这一世界 会把最爱的人 还给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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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